由卫生福利部赞助台东县政府指导 台东市四维社区发展协会主办 宝桑、建业、风里、资本四个社区发展协会协办 宝桑教育基金会安东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大力赞助的106年防暴社区初级预防宣导计划 自6月份执行以来陆续进行核心志工赔利 防暴主题话剧表演 儿童绘画比赛、防暴知识宣导等工作 其中由导演林鸿成所指导的防暴剧团 在社区节庆活动及学校中巡回演出 11月3号清晨并结合国际栏心协会 在鲤鱼山进行联合防暴宣导 过去的几场我们一开始在玩吧、餐厅 一个社区的团体 我们在那边演第一场是9月29号 再来10月1号在我们自己的社区里面 结合我们办理单位保商旅、保安社区 在我们的活动中心 沿着第二场 还有第三场 在大资本地区 这几场都是配合中秋节来做仙岛 不要酱油的人嘛 口水擦一擦就好了 不会生啦不要啦 不会生啦 我给你轻一点啦 我轻一点 老人是我们的宝 让爱用心来跳笑 甚至最后第四场的在鲤鱼山 配合那个南兴交流 老人家 我们今天针对学生的部分 是第五场 今天这场就是学生 非常重要的是告诉学生 我们从最基本的来做起 告诉学生发生状况 家庭发生的家暴 要打什么装线 隔壁邻机 不要看热闹 一定要守望相助 对不对 这样的一个宣导 我觉得在实质上的意义 比平常学校做一些文字的宣导 来的还要有意义 今天这个话剧 让我们印象很深刻 遇到事情的时候 可以告诉老师 可以打电话 因为小朋友 如果你跟他口头上的讲 好像没有那个效果 反而是我们用戏剧化的 来演出之后 小朋友 我发现他们接受度 还蛮高的 而且这个仙导 就达到那个效果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用演的 比用说的好 另外 由仁爱国小 特别协助办理的 儿童绘画比赛 也吸引 风里 宝桑 温泉 仁爱 新生 康乐 丰容 东大富小 马兰 建和 东海 共11所学校学生的 170几件作品参赛 反映相当踊跃 三位评审不仍造成遗珠之憾 在评审现场 请托主办单位 增加四个加作名额 比赛作品不单单只是 让小朋友获得奖励 更重要的是鼓励孩子 对于这个议题的关心 藉由这个议题让孩子去了解 然后深入去关怀 然后甚至于深入的去探讨这样的议题 我们要怎么样去从生活中去预防 甚至于能够更好 我觉得这是整个我觉得在 承办这个绘画主题里面 我觉得应该是背后想要传达 带给孩子的一些 就是意义性 比赛结果 低年级第一二三名分别为 康乐国小黄子三 仁爱国小洪静元 东大富小林焕成 中年级第一二三名分别为 新神国小柯湘云 新神国小李宇农 东大富小林宇成 高年级第一二三名分别为 新神国小蔡慈佩 新神国小刘子瑜 仁爱国小许玉贤 并特别于12月18号 在新神国小进行首场次的颁奖 其余各校得奖同学 也将由校方在召会时间公开表扬 台东市四维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杨耀前表示 防暴剧团多数成员为仁爱国小热心志工妈妈 他们深入学校社区与人群之中 演出老人在家中受暴 学童在家受暴 在校受同学霸凌等情况之下可运用的资源 及邻人要如何协助 当事人如何自处等 诙谐逗趣但引人深思的剧情 吸引观众欣赏 并将防暴知识升值人心 而儿童绘画比赛更是希望从教育下手 为我们的下一代建立正确的家庭观 人生观 协会并以佳作及得奖作品 制作年利广为发送 宣导社区防暴做得好 家园幸福 没烦恼 台东所在综合报道